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鼓声 那音乐中出现了几种鼓声呢 它们的音色一样吗 出现了两种鼓声 声音沉沉的是大鼓的声音 咚咚 声音高一些的是小鼓的声音 咚咚 除了音色不同之外 它们的力度也不同 大鼓的声音强 小鼓的声音弱 我们用F表示强 用P表示弱 其实音乐中的鼓声是有节奏的 听老师来读一读 你试着模仿 一 二 一 七 咚咚咚咚 咚咚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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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咚咚咚咚 想一想 你的身边有哪些物品 可以模拟鼓声呢 对 这些都可以 如果你正坐在书桌前 那就和老师一样 用拳头敲击桌面 模仿大鼓的声音 用指尖敲击桌面 模仿小鼓的声音 选择你喜欢的方式 试着敲一敲吧 一 二 一 七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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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配上音乐来试一试 仔细听音乐在第二遍的时候加入了什么 音乐在第二遍 加入了小朋友的歌声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首日本儿歌《大鼓和小鼓》 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呢 快乐 开心的 让我们看着歌词再来听一听 找一找歌词中有没有鼓声呢 笑起了大鼓头头 笑起了小鼓咚咚咚 笑起了大鼓 笑起了小鼓头头咚咚咚 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大鼓通通和小鼓咚咚的声音 让我们用轻巧弹性的声音来读一读任一任歌词吧 你读粉色部分 我读其他部分 我们交换读 注意这些地方的节奏变得紧透了 读的时候啊 要轻轻地移轻地一带而过 像这样 笑起了 笑起来音调高一些 一 二 一 七 笑起了大鼓 咚咚咚 笑起了小鼓 咚咚咚 笑起了大鼓 笑起了小鼓 咚咚咚咚咚 试着完整地读一读 一 二 一 七 笑起了大鼓 咚咚 笑起了小鼓 咚咚咚咚 笑起了大鼓 笑起了小鼓 咚咚咚咚咚 赶紧来唱一唱吧 老师唱一句 你唱一句 笑起了大鼓 咚咚 笑起了小鼓 咚咚咚 笑起了大鼓 笑起了小鼓 笑起了小鼓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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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加大难度 老师弹一句 你唱一句 试着完整演唱 听好前奏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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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加快速度来唱一唱 老师要来考考你了 你能把这两个力度记号放在合适的地方吗 聪明的你一定都答对了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力度变化来唱一唱吧 还记得之前的古生节豆谱吗 你可以试着边唱边奏 也可以喊上小伙伴或者爸爸妈妈一起合作演唱 这么好听的旋律是由哪些音符笃成的呢 请老师来唱一唱 你听出来了吗 歌谱中用低音锁和中音的斗 缩分别模仿了大鼓和小鼓的声音 音程跨度非常大 我们来合作演唱歌谱 你唱粉色部分 唱的时候可以加上科尔文首饰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首好听的日本儿歌 大鼓和小鼓 尝试用身边的物品模拟了鼓声 感受到音乐的创造美和层次美 就让我们在日本小朋友的歌声中 结束今天的音乐课吧